車輛行駛在路上 但對象一定要銀色小客車 突然跨越雙黃線超車 嚇得沈先生跟太太 差點就發生意外 但讓他們更生氣的是 他們附上截圖跟影片 向警方檢舉 卻獲得回應 沒附上詳細違規地點 因此不予舉發 事情發生在二月中旬 安南區的安通路五段 檢舉當下沒有地標 也沒有門牌 事後沈先生 特地回到現場取得定位 想要補件 但一來一往 已經超過七天的檢舉時間 我已經定位完了 我能不能不見 他說不行 已經超過七天了 可是你們回覆我就已經超過七天了 如果沒有明確的路口或地址 已經提供GPS的定位 都已經紅燈兩秒 沙石車人硬闖呼嘯而過 這也是沈先生 去年向警方檢舉的另外一起案例 這次附上清楚的車牌號碼 時間地點 甚至明確地址 但卻獲得這樣的回覆 其實要有效檢舉 一定要車牌清楚 違規時間寫到年月日 甚至得幾時幾分 違規事實也要載明 至於違規地點 至少要有門牌 電感編號或是GPS定位 如果只有路段 恐怕無法舉發 但像是民眾拍攝的影片 明明違規事實明確 甚至已經危害到用路安全 警方仍以填寫內容不夠精確 或是流程時間超過唯有 不予舉發 也難怪讓人很難信服 TVBS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